王林 自燕云 金山西人 王允的侄二 淮南第一盼的主角 当年王允联合吕布干掉了董卓 而后董卓就不理觉郭四 在贾许的怂恿下奔回了长安 将王允的全家也给剁了 此时 王林和哥哥王晨当时年龄上小 便翻城墙逃出 跑回了太原 王林早年的时候 与司马朗和贾奎等人关系不错 后来王林被据为笑脸 出任发干线县令 但是不知怎的 王林因罪祸刑 在蹲监狱服刑的时候 恰逢曹操前来巡查 当曹操得知他是王允的侄子后 便立即解除了他的劳役 恢复其政治权利 为以萧綦将军主保之职 后来 王林干得不错 出任丞相院属 二百二十年 曹丕称帝后 王林忍散其尝试 出任衍州刺室 二百二十二年 王林参与了洞口之战 与张辽一起进军到广陵 破了吴江旅饭 事成后因攻封为一城亭侯 加号建吴将军 后来王林出任青州刺室 干得依旧不错 重建了当地战乱后的秩序 得到了百姓的称送 二百二十八年 王林跟着曹修进攻东吴 因为曹修的贸然挺进 在家时与吴军遭遇 魏军受挫 王林拼死奋战突围 魏军才得以不至于全军覆没 当然 还因为有假魁的外援 之后 王林又担任扬州和豫州刺室 深得军民的欢心 据说王林刚到豫州时 表彰当地先贤的后代 征兆没有出名的郡才 各有指教 影响极好 二百三十九年 曹瑞死了 曹爽专权 为了笼络王林 曹爽任他为征东将军 贾洁 都督扬州军事 二百四十一年 全从带着数万人马前来与魏国玩耍 进攻雀碑 王林身处前线 带着大家迎战 艰苦奋战了数天 渐渐地 吴军因为营养跟不上而退军 王林已因此进风南乡猴 不久之后又牵扯起将军 一同三思 二百四十八年 王林顶替了高柔任司空 二百四十九年 曹爽不爽了 因为高平灵之变发生了 发生之后 衍州刺史灵狐鱼 与王林 便暗地里密谋策划另立楚王曹彪 司马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还想笼络王林 在灭了曹爽之后 还提升他为太尉 但王林的心早就飘到了反司马的阵营之中 有一次 司马懿问蒋记 你觉得王林的才干如何 蒋记摸了摸头 若有所思地说 王林真是一个文物双全 当事无双的人啊 但是他的儿子王广有大志 我觉得他比他父亲更厉害 听完蒋记的话 司马懿对王林有了一丝戒心 不难理解 司马懿就是这么过来的 而王林不是一个庸人 也不是一个俗人 这几年一直默默无闻 恩哼 难道不该提防他吗 王林的秘密已居在暗中进行 派人到朝中告诉了自己的儿子王广这件事 王广说 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人应该以人情事态为本 之前曹爽因为过于骄纵 而失去了百姓们的信任 何燕等人虽有名望 都是追民主力之徒 这些都造成了他们的自取秘亡 而司马懿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但他做出来的行为很受大家喜爱 表面上也很正当 更何况 司马家父子都掌握着兵权 要推翻他们 我开始不大可能的 然而 王林认为自己的儿子小题大做了 太过于担心损失了 因为没有听进去 中途 灵狐瑜病死了 他的幕僚扬康 当时在京都司徒府上报燕州政务 在接到灵狐瑜病死的消息后 非常害怕 于是干脆向司徒高柔举报 揭发了王林和灵狐瑜的谋反计划 高柔得知后 立刻向太副司马懿报告 司马懿相当吃惊 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司马懿考虑到 王林位列三宫 没有具体证据 一时难以下手 因此还是暂时静观其变吧 严加保密 并亲信黄华出任燕州刺史 另一方面 王林对杨康告密之时已无所知 依旧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积极暗中准备 250年 火星突然出现在了南斗星的位置上 王林说 斗中有星 可能要出现一位突然显贵的人物了 于是乎 王林更加坚定了另立新军的行动 251年 孙权病重 他担心自己死后会被魏国趁火打劫 于是封锁了土水 王林抓住机会 请中央下发统兵的虎符 以教训吴国为名 调动扬州大军准备发动政变 司马懿看着王林的表演 拒绝了他的请求 王林无奈 派心腹杨红说服新任延州刺史黄华 相约共同举事 令王林没想到的是 杨红和黄华竟然联合向司马懿举报了王林 司马懿见时机成熟 证据也在手上了 于是开始力逼莫马 带军南下 一方面赦免了王林的罪行 并写信劝告安抚 另一方面也有直逼扬州治所受春 王林这才发现情况有些不对 如果没有军队 那么自己就打不过司马懿 好在司马懿说了不会怪罪自己 另一方面又为了避免受春百姓遭受战祸 王林认栽了 亲自到司马懿的大船上投降 王林问司马懿 我如果有罪 你可以用半片竹简将我召回 为何要心事动众呢 司马懿冷冷地说 那样做的话就显得你掉价了 你怎么会是折茧之客呢 王林叫喊 司马懿啊 你对不起我呀 司马懿说道 哎 我宁愿对不起你 也不能对不起陛下呀 说罢 王林被带走了 司马懿派人将王林押接到洛阳 到了巷城 王林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便向队长要了一个定棺材的长定 随后大喊 假魁啊假魁 只有你知道我是大魏忠臣啊 当夜 王林把以前的怨属都找来 说道 我快八十了 没想到晚年不保 落了个身败名裂 于是乎 王林自杀了 死后 司马懿把王林和灵狐于暴尸三日 参与政变者君诛杀三组 楚王曹彪也被迫自杀 其亲属都流放平原郡 淮南三叛中的第一叛 就这么草草结束了 不久之后 司马懿病重 据说是梦见了假魁和王林作祟 受怕而死 后来据金书记载司马岩下诏 为王林和邓爱平了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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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